最早從喜歡慢慢地集中這個行業 做絕對這個泡菜 能夠把它做好 做實在 泡菜這個行業傳統地傳承下去 我們檢查泡菜有沒有出質量問題 第一步 檀岩水只要不缺它是沒有問題的 打開檀蓋看裡面的水 只要是清澈的沒有意味 它就肯定沒有問題 我從事這個泡菜行業96年吧 20多年了吧 我們地處都教員這個地方 恰恰無事都在做大規模的生產 有些小廚房的生產 我們都參與了進去去看 最終我們選擇這個行業 還是想把這個泡菜這個行業傳統地傳承下去 我們泡菜變軟了生花了 我們自己要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技術處理 像我這個規模的企業以前嘛 就每年生產一個幾十燈嘛 現在都是千燈級的吧 一晚的上千燈底了 你像這個那樣來帶動多少農夫致富 陳總您好 你的貨啊 可能要等一個禮拜嘛 現在前面已經排了四張單子 一個禮拜過後再給你安排 隨著目前訂單量的加大 我有客戶的要求 也隨著現在市民安全的要求 我們在快大過後 肯定對我們的追蹤這個系統 要進行升級換代 不管是技術還是人才 都需要這樣支撐 現在也困擾我們怎麼來支撐 但是我們肯定要像這方面去發展去靠 隨著數字化的轉型 我們都希望是五指化 然後把一些過程的管理 把一些展現 以更多的這種數據類型展示出來 而提升業務的這個效能 供貨通過數字鏈 然後提交的他們當時在生產過程當中的 數字化的可視化的影像 比如說這家企業公共的 這個泡菜毯子 它是一干一碼管復 也是用了我們的數字化系統 消費者在點餐之前 看得到自己吃的是不是老產酸菜 這是他們的這個廠區的這些實景 通過我們一系列的信息化 自控追溯系統 一位上百家農產品生產經營者 提供了專業的數字化技術支撐和市場對接 針對農村中小型業主在總養規範管理 農產品加工保鮮儲運 和信息技術應用等方面 我們將繼續發揚 高校科技院企業的社會擔當 為更多的相關農產品種植 加工和主運提長升級 與數字化等行助力 父親一直做的是很傳統 還不能接受一些新鮮的事物 我作為一個中年人 我加入進來 年輕人的加入 有新的技術的加入的話 能夠把實驗室的成果 直接的運用到咱們的生產上 不單單是我的父親減輕了一些工作壓力 同時對這個行業的推動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我父親節的理由就是 一定把我爸這個產業發揚光大 我的名字叫張陽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產業 做得讓更多人知道吧 照時間才能養殖出好的產品 做這個企業就是想把這個傳承下去 自己的小孩嘛 原來從不喜歡不理解 現在到他們喜歡理解 還是想繼續把這個事業做下去 我也準備把這個事業傳承給他